中国古典舞传统武术以及女声乐家的演唱 新唐人弘扬传统文化 透过不同的节目安排 传递善的讯息 参与贵宾对新唐人的新闻报道感受最深 新唐人的话对于报道方面都非常的真实 那也在各个国家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华人的电视台 可以让我们看到华人动态的一个报道 新唐人让我发现说他们注重品德教育 在品德教育这个区块他们很用心也很用力的 让小朋友在玩乐之中在卡通之中 其实已经学会了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新唐人秉持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的特点 坚持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价值理念 带领民众洞察国际局势 参与的贵宾也借此机会说出对新唐人的感谢 谢谢新唐人带给社会正义的力量 我向新唐人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要继续坚持下去 努力加油 我们惊讶是原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而新唐人却用不同的角度切入 然后用正面的方式报导 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 其实媒体本来就是为人类去服务的 可是现在可能整个社会道德滑落 很多次在商业利益上 还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很多的民众基本上是看不到真相的 活动最后由小乾坤和毛笔爷爷人偶 带领与会嘉宾一起跳动动操 让贵宾留下难忘回忆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